奥斯汀格里芬? 你们竟然遇见了奥斯汀格里芬? 那你们怎么不把他抓住? 如果能把他献给魔神皇陛下 可比拿下吹魔关的功劳更大 哼 若不是奥斯汀格里芬现在还未恢复实力 只用威势镇住我们 你以为我们现在还能活着做在这里? 那更应该看他只是一只小跳蚤子逮住他 你们两个太弱了 要是本大王在 在我面前 彰显你的无知也要适可而知 如果你被他注视过 你就说不出这种风凉话 那可是天前之神的威胁 那是一切万物的终点 是毁灭的化身 那是来自血脉的震慑之力 必须将这个消息回避魔神皇陛下 请他居住前来 换取更多嘉奖 福尔工夫 照日 艾朗 我怎么回来了 总长大人呢 你灵力损耗过度 需要好好休息 灵溪没事 现在正在接受治疗 可我明明看见他呗 这就是反同灵卢的效果 他能为主人续上一条命 但也会封锁其记忆和生命 使其变成一个小孩子 变成小孩 反同灵卢续命的代价竟然这么大 越是排名高的灵卢 凡事也更厉害 但若不使用灵卢 面对两大魔神的围剿 你们也根本没有存活的可能 要不是我力量不够 也不会刘总长置身犯险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若不是你最后拼命回护 保住了灵心的反同灵卢 恐怕他就真的灰天发暑了 对了 总长将我送走前 曾给过我三样东西 让我全部带回来 我族的情报 一花接木 驱魔令 宗长怎么会把驱魔令交给你 宗长只让我将东西交给侠者大人 说侠者大人一看便知 这块驱魔令 是驱魔官最高军事指挥的象征 可以号令官内所有军队为你所用 这个太重要了 还是交给您来保管吧 这块令牌既然灵心给了你 肯定有它的打算 这物品应该是侠颖和灵心 貌似从魔族那儿带回的信息 高英杰 你好好保管 现在驱魔官内一切事物由我主持 你们先去指挥司 稍后带我一起破译当中信息 是 至于这个 是我们圣家的绝学 能在你体内任意储存一个技能 没有职业限制 十方时完全不需要消耗灵力 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秘技 灵心连这个都给你了 可见对你很是满意啊 祖父 将圣家绝学交给一个外人 我认为有失妥当 你们圣家都担心 不要你吧 你们圣家 难道你不是圣家的 我认为你 你 给你 带我 我 给你 我 再来 你 你 我 我 完全是自掌的 你說什麼 他明知任務危險 自己送死就行了 為什麼還要帶上昊塵 要是昊塵真的出了什麼事 我絕對不會放過你們 像彩兒 他是你爸爸 他為了驅魔怪以身犯血 犧牲自我 不該被你這樣詆毀 是你們拋棄我 讓我獨自失戀的時候 我就沒有爸爸媽媽了 彩兒 你怎麼能說出這種大你不到的話 彩兒 不是你們說的嗎 為了神淚 為了聯盟 總有人要犧牲 我可以犧牲 那為什麼他不可以 一直到現在 還在怪我嗎 我為什麼不能怪你們 我只許都被你們拋棄的工具 我一看到你們 就會想到 我在湖邊黑暗裡 痛苦裡 度過的那些年 我就會想到你們 毫不由於拋棄我的那一天 我這輩子都會原諒你們 而正是你口中的外人 一次次把我從地獄裡拉出了 他才是我在這個世界上 唯一的個人 這輩子 最大的 壓力 玩耳 如何 爹 過了 你 whisk 追 將你 抓索 我 我曾经 亲手将他推进了地狱 现在 又再一次地伤害了他 我早就提醒过你们 不要过多干涉彩儿和龙皓臣之间的事 这次要是龙皓臣真出了事 我们和彩儿之间才是真的无可挽回 我们只是想保护他 想弥补他 我想好好爱他 灵溪也只是想看看他选中的人到底如何 可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已经不是你记忆里的菜儿了 你们之间隔着十几年的时间 他承受了万般痛苦终于长大 已经不再需要你们的爱了 我 十几年 我的菜儿 如今这般 后悔的 又何止你们 当初做出这个决定的 是我呀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好 从前 有个小女孩 她被探查出 先天内灵力高达九十三点 是刺客店的寻回圣女 拯救苍兽的大英雄 这一天 整个刺客店的人都很高兴 我们的女儿竟然是寻回圣 小女孩也很高兴 她觉得自己成为了爸爸妈妈的小孩 可是第二天 她却被爸爸妈妈丢进了一个很黑 很黑的洞窟 她们对小女孩说 你是寻回圣 天生的生的命运 为了联盟 小女孩哭喊 悲好 叫着爸爸妈妈 可是直到她的生命变得嘶哑 直到她泪水流干 妈 回应她的 山丘只有无边无际的黑暗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牺牲的是她 为什么被抛弃的是她 为什么没有人乱过她 到底更不愿意牺牲 更不愿意被抛弃 快 等小女孩再次醒过来时 她已经融合了寻回灵笼和寻回之简 先天内灵力 被提升到一百点 爸爸妈妈再次 开心地围在他的身边 他们笑着 视着人类终于迎来了希望 可是 小女孩什么都听不到了 寻慧玲卢 作为排名第一的玲卢 有一个强大的反噬效果 就是会让使用者 依此失去六感 小女孩最先失去的 便是听觉 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感知 一一失去 身体一时刻处于痛苦之中 她虽然已经出了 那个寒冷的洞窟 但仍旧仙活在地狱 终于有一天 小女孩逃出了刺客 我也正是在那一天 还遇到了一个小男孩 其实满身伤痕 也始终挡在他面前 对他说 一定会保护他 那个小男孩 就是你 你是不是在我们重逢的第一面就认出我了 和你的眼睛 是因为勿忘我戒指 可是你为什么一直不和我说呢 我该和你说什么呢 终于又见面了 我很想你 还是试炼真的很辛苦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什么守护人类 对抗魔族 都与我无关 我只是为了能守护你 这些我都不想说 我只想陪在你身边 因为我知道 无论我在哪里 你都会找到我 无论在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好臣 群慧凌卢的反噬 会让我掌控不了自己的六感 现在我看不见你的脸 以后可能会听不见你的声音 甚至 感受不到你的气息 我控制不了群慧之情 随时会抱走 会像之前一样伤害到你 在所有人眼里 我都只是一切 用来杀魔族的兵器 可就是这样的我 超级 超级 喜欢你 你不是兵器 你就是彩儿 你是我的彩儿 是我最喜欢的彩儿 晚安 彩儿 祝你有个好梦 这两天 屈抹官引来了短暂的宁静 只是昊玉消耗过大 现在十分虚弱 总长大人也不知何时才能醒来 但每个人都不敢松懈 而是在竭力打磨自身 明月 瞎着大人 魔族月亮队的路线图被破解了 好 因为要彻底击毁魔族 等着 我们还需要做得更多 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 魔族最大的运两队伍将于今晚抵达 只要能将其解杀 魔族半年内都将无法对屈抹官发动袭击 丘公也会就此结束 这 就是你们接下来的任务